打第一球 穿過中心房間 二雷三 跑著繞過三雷 把中外手這個球沒有處理好 比賽結束 這可能是我的棒球宿命 回想十幾年前 1992年 我拿到奧運銀牌 那時候陳志遠還在賭國小 現在他已經拿了三枚的總冠軍 我呢 好爽啊 終於拿到了 我終於等到了 好累 謝謝大家 我腦得一片空白 就是高興就對了 好爽啊 終於拿到了 拿到的 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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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你 很辛苦 大家能繼續支持我們新東牛 謝謝 那時候的那個情境 那時候的情境本來就是覺得 對自己蠻感動的 因為在這個 十幾年來的職棒生涯 真的 然後又看到現在的情況 真的 因為我這種年紀 只剩下我一個 我覺得很珍惜 說真的在這個 白鴻這個紀錄 以目前的球員來講 也是機會蠻少的 就覺得蠻感動的 所以說那時候 心情上有一點 到最後就把他推下去了 一定是那些 貓皮鬼啦 我知道就看到 余鮮明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兇手是誰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 我有上次的經驗 就是 在接安打的時候 被他們圍毆 所以說不能 這次不能戴安全帽 不要戴安全帽 比較安全 他們不會朝我的頭上打 然後 誰知道還是一樣啊 情況 情況還是一樣 蠻慘烈的 可是那種 感覺蠻享受的啦 因為 跟他們齁 年紀上有一點距離 然後 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 私底下都有蠻尊重的 蠻尊敬的 然後 不成那個時候的 不成那個時候 就覺得還有什麼時候呢 對啊 所以說 覺得他們這樣子 也覺得很高興 對啊 沒錯 黃中立打了14年的聚棒 即將邁入40大關 是球隊裡的老大哥 和他同期的球員 早已退下球衣 只有他依然在第一線奮鬥 因為他就是那麼的不服老 為了跟這些小伙子來競爭 他得練得更多 練得更勤 跟現在的球員 在一個年齡 年齡上可能有一段距離啦 然後 可是 我為了要 贏過他們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我要付出的要更多 然後 比如說他們打 100顆 我可能會打到110顆這樣子 因為 說真的這個棒球這個環境 競爭真的很強 然後你在這個 你不能有一個小小的一個鬆懈就對了 這個當中 也是一種意志力的一個訓練 因為 意志力越強的話 你在球場上的一些 表現可能就會 比人家 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比如說 你在這個訓練當中 你的訓練量可能在 五局的話 你可能就六局以後 你可能體能會走下坡 我可能就是在 這訓練當中 我可能會超過 九局以上 大概甚至於十二局這樣子 來去維持我自己的 一個體能 這棒球出現了 出現了 出現了 小組安打了 就是憑著這樣的意志力 即使東哥是目前中華職棒最年長的球員 他的打擊率 安打數 依然是名列前茅 他是史上第一位到本類成功的本土選手 即使他的手背範圍已經不如以往 但是您還是得承認 黃仲映這三個字是過去十年台灣棒盤二壘手的代名詞 現在在這個棒球圈 跑 打 跟手背 都一定要 在自己的一個身上 不能說你特別喜歡 如果你喜歡打擊的話 你可能在打擊 手背方面 會 會少 一樣 跟人家競爭的一個 籌碼就對了 所以說這三樣 最基本 最基本都要有 紀錄方面當然是以 我 哇 當然是拳內打啦 要不然怎麼會那麼慢呢 對啊 因為我 我不是 大砲型的選手 然後 剛加入這個 棒球圈 我本來就是一個 一種 中場距離的一個選手 然後以 速度 來取勝的一個選手 對啊 然後 拳內打是 就是可以不可求啦 其實 以這幾年的一直累積的拳內打數 我想今年一定是會達成的 只是說 時間上的問題而已啊 一直到6月30號 本季的低轟才出爐 近況越來越火熱的冬哥 卻在四天內揮出了兩發紅布讓 完成紀錄 而且百轟還是一支 再見拳內打 冬哥傳奇的門業 都充滿了戲劇效果 那麼接下來呢 那時候大概打了幾年啦 十幾年的一個職棒 當然 作為一個 先發球員 然後 也很希望說 能夠在球隊貢獻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成績這樣子啦 然後覺得 一年一年一直過這樣 都沒有得到這個總冠軍 其實覺得有時候也是蠻失望的 可是它是 還好這是我的一個原動力 就是原動力 然後就幫助我能夠在球場上 這樣子繼續的拼戰 然後 人啊 就覺得很奇怪啊 然後也得到第一個的時候 就想要第二個 想要第二個 就想要第三 就是 野心會比較大一點啦 所以說 我覺得 棒球沒有一個休止 反正在球場上就是 好好的把你的一個 棒球技術連續下去 然後去 去回饋給我們球迷朋友 他給我一個觀念就是堅持 堅持他自己的就是 對棒球的喜歡對不對 讓我感覺到他很感動 他當他打第一 那支全面打的時候 我是比他還興奮 我覺得 他是我們棒球中華職棒裡面 是一個 我們的典範 真的我們的典範 真的是 恭喜他 他達成了 那一場真的很感動 也在智利 祝福棟哥 希望說 你說的話 一定要所承諾 你說一百紅就要退休的人 還不給我退休 然後又跟我說 一千五百支才退休 你不要 達到一千五百支 你就說還沒有 要達到兩千支才退休 那我這樣 永遠就沒有辦法 代替你的位置 打DH了 哈哈哈